大家好,我是小静 肚子坠肉多,正在减肥的朋友看过来 今天用芹菜给大家分享一道减脂带餐 坚持几天,裤子都要改小一码 一起来看一下做法吧 首先,清洗干净的芹菜,把它斜刀切成小段 芹菜含有的热量非常的低,并且含有丰富的粗纤维素 对减肥也是非常的有帮助 芹菜切好之后,把它焯一下水 焯水时间不用过长,大约两分钟就可以了 两分钟之后,再把芹菜捞出来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豆腐 减肥期间,我们要摄入优质的蛋白质 豆腐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并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所以在减肥期间可以多吃一些豆类食品 接下来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然后再用勺子把它充分的搅散 接下来用刷子在平底锅刷上一层油 油热之后,把豆腐先放进去 全程开小火慢煎 煎至一面定型之后,再煎另一面 豆腐煎至两面金黄之后,再撒入一个鸡蛋液 把鸡蛋液均匀地撒在豆腐上,让鸡蛋裹满豆腐 等到鸡蛋液定型之后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入盘子备用 接下来再来调一个味儿 碗中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大勺蚝油 一小勺食盐 再撒入适量的胡椒粉 用筷子把它充分地搅拌均匀 接下来再准备两头大蒜 把大蒜切成蒜末 平底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量一定要控制,润一下锅就可以了 油热之后把蒜末倒进去 用铲子搅拌一下炒出蒜的香味来 然后再把芹菜加进来 把芹菜翻炒两分钟的时间 两分钟之后再倒入煎好的豆腐 继续翻炒上一分钟的时间 一分钟之后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去 然后用铲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这道美味的减脂餐就做好了 这道减脂餐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不仅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有丰富的蛋白质 营养非常的丰富,好吃也不长胖 并且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吃起来非常的鲜嫩 味道非常的鲜美 低脂低热量,饱腹感也非常的强 可以把它作为满上的带餐 不要吃其他的东西 坚持几天,肚子上的坠肉就少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 可以转发给身边的家人朋友 我们下期见,拜拜